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面里的原因 不能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你是很难快 因为我的意识已经打过你的后面了 所以根本不怕你往后扯 所以其实像温建党老师的这个动作 很多人说他这个叫什么 出阶送阶 出阶送阶 实际上这是很对的 像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叫做 应该说更符合内加拳的意念和要求 对 因为这个一样的话 叫劲力短劲场 对吧 如果抬上轮道的话 所以有很多都是靠后面 对 对 那如果我光光是前面 那是很难的 对吧 对 对 很难的 你看我看靠后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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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 但是我们体力里面就差不多了 很多朋友在打拳的时候都是 挺着身子 是吧 他没有所谓的这种叫竖杆 身体竖起来 身体竖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仅仅像对方 打一圈过来好歷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仅仅是单身的角度大 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肩 你的胯包括我们的部话 整个身体 包括你的腰 整个探索的压 那么这个力量很大 那么这一时间 虽然我们已经是在接受 但是我们已经 也是到了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站不住的 所以其实都是差别的 对不对 加微信 实用行义的PE 进入我的学员群